這時候按照骨頭的近端處門 這時候我們的身體再稍微形狀一下 這就是一個最後一個點 以上就是肩部延時體的按推方法 3時間後 已經是指向肩部延時 只要肩部延後 放手後 你只能在肩部延後 你不用承认 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肩部延时点的按推方法 首先要介绍肩胛骨内侧的按法 要介绍肩胛骨内侧一定要先认识肩胛骨的位置 我们把手往后 好 大家现在看到了 这个就是肩胛骨 肩胛骨内侧就是要从这里一路按到肩胛骨的近端 这一端 把位置认清楚之后 再把手放下来 那这时候我们一样站的位置是这样 然后在左边旋转 然后一边当硬定手 把手肘拿出来掌心向上 然后身体靠过去 按在我们要的第一个点 按十七许按推 好 第一个点按完之后 我们再下来一个点 再五五路恩 也可以按赔 简直三三四九 好 当硬定手 很高 就 очень敏捕了 parsley 然后再重点过来 这时候还是要再测试一下肩胛骨内侧的位置 整个很明显 就在这里 然后再把手放下来 然后按推的方式一样 比照胸飞 也是前后 这时候要注意的就是要在骨盘的按推 一点挨着一点挨着 每一点约练也是七八下 好 这里就是肩胛骨的尖端骨 大家再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按同侧肩胛骨的内侧 一样把手拿高 这样的位置已经很明显了 所以我们再把它放下来 一样伸余左转 然后扶着之后 好 它的方向是上下 好 第一点按完之后 月底一样上下 好 按完之后 我们再转过身来 这时候要按同侧 这样按不出来 所以我们要走到对侧 一样把手肘拿过来看一下 好 这样肩胛骨内侧很明显 好 我就从这一点按到这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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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点就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肩胶 最后的这个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